这段影片想和大家讲讲2012年第39条和第40条 39条这里 其实看到给一些资料的欧元是升值的 因为1元的欧元就换多了港币 这个题目和我想想 现在欧元升值,港元就贬值 如果欧元升值,来香港的游客应该会增加 因为他买东西便宜了 所以A这个答案就不适合 而B这个价钱 用香港计算的价钱就会升了 这里讲进口货的价钱 进口原本是10个欧元 以前是10元港币等于1个欧元 即是等于100元港币 但现在需要113元港币 所以其实是升了的 如果用港币计算 那同学你留意一下他的字眼 看清楚一点点 那C一个 Total Value of Imports 用欧元计算的 是跌了的 那为什么呢 那因为 对我们香港人来说 它是贵了 所以买的人会怎样 买的货民的 quantity 其实会是少了的 但是我们用欧元计算的 欧元的产品没有变 数量少了 用欧元计算的价钱 那价钱没有变 所以整体的进口总值其实跌 那这个答案就是C 那D的答案 如果你看到C 你分析到 那自然你未必会看D 那D的答案 为什么是错呢 那同学留意 那这一个字 那这里Result 就是说什么 一个因果关系 那是不是因为 那个香港对于欧洲的回律 如果跌了 香港变息了 就导致美金对于欧元 亦都变息呢 那其实就因果关系倒存的 那同学留意了 在一个联系会律制度下 我们只可以说 美金对欧元是升值 那港元对欧元也是升值 那跌的话 美金跌 那港元又跌 那就千万不能调转 不可以说港元就影响美金 那是不行的 那因为港元的总共的币值 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影响不到这个美元 那而2012 那第四十条 那这里就问你 Invisible Import 是不是 哪一个是Invisible Import 那一个是服务 Invisible 就是service 那其实这些题目 那同学呢 就要分析两样东西的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哪些是进口 或者是出口的 哪些是进口还是出口的 那留意了 如果说进口出口 一定是牵涉两个国家 所以题目上高 如果是香港人 帮衬香港人 那就完全跟香港的出口 完全跟香港的出口 没有关 那一定是其他国家 帮衬香港 或者香港 帮衬其他国家 那才是属于是进出口的 那另外 有一样东西呢 就很多同学 就分不了的 就是货品 和服务的意思 那 货品呢 一定是直接 运来那些 才算数的 一定是由其他国家 直接运去 运去我们国家 那就变成我们国家的进口 或者我们国家的货品 直接运去其他国家 那那个就是出口 那服务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光顾一些商店买东西 那个就是服务来的 就算它是买一件实物都好 那个我们也是当服务的 因为本身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三级生产 Territory 三级生产 那这个三级生产 我们就已经当是服务的了 那 这一个位置 同学多数就未必清楚的 那 那换句说话来说 那我们找香港的 invisible import 就是我们说什么 就是呢 香港人 就买其他国家的东西 是不是 通常是当地消费的 那 而A的答案是什么 香港的游客 就买 local museum 即是北京 那这个就是 invisible import 就是一个服务进口 那B 这里 那这个就是什么 服务的出口 那 那 所以就不是input 那 C 一个 捐款 这个就是 transfer payment 这个就是 current transfer 那 又不是服务的进口 那 D 那 就是货品 就是货品的进口 import 那 这一条片 就讲到这里 拜拜